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 唯有一个冰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在十字架的苦行当中 真正的死因是失血过多 在犯人死亡之前通常要拖好几个钟头 但是主耶稣并不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从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可以得到证明 当一个冰钉拿枪扎耶稣肋旁的时候 有血和水流出来 这个事实表明了耶稣的心破裂了 在死人的身体内血液凝结 但一个人的心破裂的时候 血液流入心室 红血球会在这个时候和血液分开 枪扎入心囊 因此有血和水流出来 这一个事实叫我们对耶稣所受的痛苦 有何了解呢 耶稣肉体的痛苦是那么的强烈 但他心灵的痛苦更胜于肉体的痛苦 耶稣的心因为不能再忍受而破裂了 罪的重压和他的爱 叫他的心破裂了 耶稣的爱是如此的无可测度 他是如此热切地爱着你 爱着我 主耶稣啊 我感谢你 你的心曾为我而破碎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 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祝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